前桃園副縣長葉世文貪污案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首度提訊 而葉世文則是當庭承認了 巴德合一住宅以及財產來源不明 這兩件犯刑 緩緩從球車上走下來 甚至還一度差點跌倒 台北地院一號上午首度提訊葉世文 他頂著大光頭硬訊 而對於被起訴的五個案件 他也當庭承認兩件犯刑 葉世文出庭時 對於在巴德合一住宅案 向遠雄收1600萬 以及暗藏3000多萬的款項 在女友成立林帳戶的財產來源不明案 都坦承犯罪 至於大海新市政案 他則否認犯罪 新竹券改案葉世文則說 雖然有向趙騰雄索取代價2200萬 但是是在卸任之後 而且當時並沒有提到 要如何協助遠雄取得標案 對於A7合一住宅案 葉世文則表示 當時確實有收400萬 但是是在遠雄得標後一兩個月 沒有契約犯刑 與趙騰雄前後給了500萬的說法不符 合一住宅避案爆發後 葉世文貪污情勢連環報 而法官也將在17號再度開準備停審理 郵典TV 楊子健 李怡婷 台北報導